呃他好像是想要一只兔子吗还是一匹马呀 来咱们就说没有马是吧来 哎呦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苏某人 那么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略微带点恐怖的点击类的解谜游戏 这本来也是独立游戏网站上的一款免费游戏啊 名字叫做黏土世界 游戏主角呢一开始被困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像秀狐系列一样啊 就通过点击解谜来逃脱这个地方 我们被困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我们能逃脱这个逃土的区域吗 这个作者他跟我们保证啊一定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出去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逃脱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看起来就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作者呢他可能是自己用这种黏土做了这么一些画面 看一下左右呢 这边应该是厨房 这边呢 这边好像是有一个需要密码的地方 但密码不知道 这需要钥匙 好像是一个炸汁机 然后这边还有一幅画 好像俄罗斯方块 这个红色的像按钮一样 这不会是密码吧 或者像是跟密码有关的信息 这有一个算盘 或者说是键盘 我拿到一颗星星 这边有两个都是小人 看这幅画 这幅画好猎奇 但是我能看到有鸭子啊 猪啊 蜥蜴啊 什么什么的 长颈鹿啊 这边应该是画动物的 这一匹码 这有一个是 这是等于45 这是等于120 这是等于零 它这个是夹角吗 这个时钟的夹角是45度 这边时钟夹角是120度 这是零 这边有一个太阳 这是有什么信息呢 这有一个人 我感觉他这儿也是需要一把钥匙 把它打开 这个门打不开 哦 这边有时钟 就在我们最开始出来的地方 那这个可以调吗 这我还没办法调节它 那这个小人呢 这个小人不就是刚才那个吗 只是换了一个角度而已 这是什么东西 45度 有没有 没有 这边呢 这是什么 画框 画框是可以转动的 这个信息有点关键了 哦 这个东西是可以放在里面的吗 不是 那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也不是放在这里的 但是它明显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还要找到圆形 三角形 菱形 以及一个正方形 这个东西像什么呀 这个箱子这里也可以插入东西 这些全部都是要钥匙才能打开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跟刚才那个键盘应该是有关的吧 哦 这个画可以挪开 刚才我们得到的信息啊 这是一个微观世界 哦 这是椅子对吧 那这是一个相机 它罩在椅子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么一个画面 这画面动不了 那这边也有一个信息了 也就是 哦 这个键盘这边 哦 这个果然是可以动的 那我现在有了一些想法了 好像是这样啊 那是这个图案吗 哦 三角形拿到 哦 我懂了 那这边这个盒子这边 三角形应该是可以放进来的 对 然后我们还要找一个黄色的物体 用这个东西把它给压成星星的形状 什么东西是黄色的呢 这个时钟我没办法转动 它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时钟的角度吗 角度这个应该是90度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是90度吗 并不是 这边是不是145呢 145 不是 那这个东西 可能是90度 哦 拿到一把钥匙 这里的提示就是时钟的90度 这把钥匙打开什么地方 哦 对 这个小人 打开了 我得到了一个小人 这个小人 不会是放这里的吧 啊 它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但这个东西我现在没办法转动它 这是个炸之机啊 我们要把它给炸了 哦 我懂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要去找到这个炸之机的钥匙 应该是黄色的小人被炸成只 然后我再用这个五角星把这个形状给压出来 哇 我已经都猜到了 这幅画的后面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跟密码有关吗 哎 这东西还可以拿回来 哦 我懂了 放在这里 然后照它 这是X光线 看到它的心脏了 它的心脏确实在跳动 这颗心脏我也拿不到啊 哦 这边 还有一个蓝色的圆形 那现在把这个圆形也放上去 还有菱形正方形和五角形 哦 你们有没有发现刚才在这个按键的地方 这边它黑色的是数字啊 250 对吧 可惜刚才没看见 感觉这下好像是被它嘲讽了 但它说我是250吗 可恶的家伙 但是我知道密码了 250 哦 这边灵形和这个 这个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转动的 先把灵形放这边 转动的不是这个榨汁的 应该是它吧 转动它 哦 Shit 但这边有一把钥匙啊 这边钻出来一个勾域啊 只不过呢 它长了一张小丑的脸 绿色的钥匙应该是打开这边的 嗯 四个图案的密码 哦 好像我都见过 哦 这是颜色 那马的颜色是这个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颜色吧 我记得马的图案在这 马是橙色的 然后这个是小丑嘛 小丑是什么颜色 小丑是白色 小丑那就白色呗 还有什么颜色呀 白色 蝴蝶和心脏 哦 心脏是蓝色 刚才看了 还有蝴蝶 蝴蝶呢 其实我们知道了其他三种颜色 蝴蝶的颜色 我们随便猜几下就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想找一下 怎么也飞不出 这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酒醉的蝴蝶 蝴蝶在这里吗 哦 蝴蝶是绿色 绿色 哦 绿色就行了 那这边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小人 炸成只了 哦 它本来就是黏土 所以我感觉好像也没什么 被炸成了玉米浆 来 搞点 这就像那个抠糖饼游戏 是吧 我们抠出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到我们放东西的这边 OK 好了 还差一个 好像是在这边 我刚才看到了 忘了拿了 拿上 这边紫色的钥匙 紫色钥匙 是开这边的门 对吧 哦 灯关了 这边是电梯 哦 那看样子 这边 还有一个房间 那我先看一下 这是二楼吧 这好像是俄罗斯方块 这写的是3891 俄罗斯方块 那这个方块的形状 我们还要找一下 咦 这边有按钮 3891 这什么 9604 3574 这好多数字 这好多数字啊 这个房间 0687 哦 那这边有一个需要我们按键输入的地方 没 哦 这边好像是一个通风管道 哦 哦 哦 这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们进入了微观世界嘛 哦 这又是啥 那这边的话还是有待解谜的 这东西我看不懂啊 回去了 回去了 看的不是很懂 这个 哎 这边 又回来了 哦 那这个房间 等会我们还要再来看一下 感觉比较麻烦 这边有电脑 电脑这边倒是有键盘 这是些什么意思呢 2671 这是 哎 哎 我还有电筒呢 上面不再是数字了 这变成了fire 火焰 这个呢 lire 骗子 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 把它数字变化了 bake 烘焙啊 还有什么吗 这里面呢 barn 燃烧 这几个单词有什么意义吗 哦 他这个解谜有点难度啊 应该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在桌子上面看到了一张字条 就是这个9604 9604对吧 刚才的这一串数字里面 这儿有个3891 那这个9刚才对应的是什么单词呢 这个9的地方其实像是对应的一个k 我们刚才是9604 那这个6的话对应什么呢 那后期呢 我把这个对应的解密顺序放在屏幕的左边 然后最后我们得到密码 可以在这边输入 9604应该是9代表k 6是i 0是l 4是n 对吧 好 得到一个 这玩意是啥 电力适配器 电力适配器 安装到什么地方 应该是 哦 这个电脑这边 安装上去 然后再插入电脑 现在呢 电脑可以开机 3w.senses.news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网站吗 那这个网站又是什么 这个网站先拍一张吧 然后房间里面还剩下这个东西 就经过我的思考之后呢 我好像懂了这个谜题 它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这个网站 它一共是由四个字母就可以组成了 分别是news 而这个news呢 又代表了四个方向 就是北方 东方 西方 南方 所以说这四个方向 它对应着这个机器的四个方向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那我们试试啊 3w.senses.news 哦 真的是代表四个方向 感觉这里的解谜难度已经在上升了 这边得到一个象棋的棋子 国际象棋的棋子 这个东西 我看一下 没有任何说明 放在哪儿啊 诶 不对不对不对 这个房间什么时候可以进来的 呃 它好像是想要一只兔子吗 还是一匹马呀 来 咱们就说 咱们就说 没有马是吧 来 哎呦 给我来这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头发也不洗的女的 这么凶猛嘛 现在呢 我有什么东西了吗 现在我就还有这个密提没解开了 12345678 哇 那这个也不可能靠穷举法 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我们在这里干了一番事之后 他什么提示都不给我们 哦 我终于懂了 这个马 他跑到这个国王这边 他为什么给我们这些俄罗斯方块的形状 这个房间里面是找不到俄罗斯方块的 我们只能在这个棋盘上面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下完棋之后我们没有任何东西 如果说我们想从马走到皇冠这边 有几种走的方式 比如说这么走走到这儿 然后再这么走过来到这儿 或者再这样就可以到 这就123到达 或者是123 那这种形状也可以 这个形状也可以 那就是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加这个形状 OK 就这个游戏真的是解谜有点烧脑了 我觉得 那首先的话只能这么走 走到这边来 然后再这么走可以的 然后最后再这么走 好可以打开 OK 可能有几种走法 但是我就选择这个了 这边的话需要钥匙打开 这是干啥呢 我感觉这个好像恶魔 你们看 他在拍摄这个马走路的场景 但是这匹马很显然 它是标本 这是黏土动画 这边呢 可以看到 这是马走路吗 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了马是怎么跑的了 现在我也要跟着跑 马怎么跑的 应该只需要第八个 那个八是黑白色的 OK 拿到钥匙 这把钥匙是开哪个地方 这把钥匙应该是开这个绿色房间的 对吧 又要坐电梯吗 你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这个游戏好难 是这个叫做彩色炸弹的人做的 这个游戏解谜 让我感觉好像在做题一样难 而且中途那个女的把我真的吓到了 哎呦 其实我觉得这种黏土做的解谜游戏画面 还挺有意思的 尤其是那几个小人 看起来做的很猎奇 他以后如果有类似作品 我们还可以继续更新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各位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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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